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所有 一切的一切 祂超出一切我们所需 祂是宇宙的中心 在《哥罗西书》一章中说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先 因为万有都是靠祂造的 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祢和我都是为了祂 借着祂而被造 祂是在一切被造之先 而万有也是靠祂而立 知道耶稣基督拥有万有 是何等令人安慰的事 我们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时刻 世界似乎正在崩盘中 但我们却更深地与神相爱 彼此相爱 当我们为彼此鼓励 祷告时,我们找到力量 并且有需要的地方我们给予支持 神在我们灵里做成非常独特的事 我们实在感恩 我们感恩能称彼此为家人 是祂的爱吸引我们 是祂的同在 祂真爱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爱与祂同在 但祂在教导并指示我们如何进入更深之处 当我们更多以祂为中心 更多寻求祂的面 更多在祂同在中敬拜祂 将一切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祂 祂就更多把我们提升 我们就会感觉更靠近祂 也更靠近彼此 在我们历史上 这是何等宝贵的时刻 神正在融化我们的心 能成为一 使祂的梦想能够成真 祂在园里的祷告也能实现 父啊 叫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一样 让我们一同在祂的爱中成长 愿我们能持续将神放在宝座上 我们的王、主和救主 耶稣成为我们一切的中心